半冰冰 半冰冰反而自己写道歉信,承认有过逃睡行为,显然是狠狠的打脸自己了,而在这封道歉信发布之后,吃瓜群众自然,是不会就这么心慈手软的放过半冰冰,反而是继续高调舆论,大有让她彻底退出娱乐圈的气势。 不过人家半冰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,虽然这件事闹得很大,但以半冰冰的能量,却足够能把这件事消化掉。 就像在十月七日,范冰冰便在超话中感恩粉丝,无疑是给她的支持者打了一针强心计,为后续再次登场做准备。 这边范冰冰忙着恐顾自己的粉丝,那边温婚夫李晨也没有闲着,在范冰冰身先窘境的时候依然伸出了援手。 十月五日,李晨把布微博,一句盟管多拿,咱们一起度过去,例证自己与范冰冰的间谍爱情。 这一举动也被网友们广泛议论,李晨声援范冰冰的这一做法,总的来说是赢了名气却失了分寸,想必李晨当初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也是非常艰难的。 一方面是自己爱人,另一方面是大舆论环境,无论说还是不说,都不受大家待见,而最终李晨选择了声援范冰冰,而且语句把握的很有尺寸,并没有对事件本身评仇论足,而只是站在爱人的角度,支持她。 发生之后的李晨自然是受到不少的赞誉,毕竟能够在冰冰深处险境中不抛弃不放弃,足以见到她在李晨心中的分量很重。 但同时,李晨也是失了分寸,毕竟范冰冰是因为逃税才陷入娱乐风波的,涉及到法律层面,李晨自然也需要注意自己态度。 即便是她露出了一丁点支持范冰冰,觉得范冰冰冤枉,不该受这种委屈的态度,那么李晨也许也要跟范冰冰一起亮亮了。 所以李晨这次发文,难免会被有心人打做文章,指责她是范冰冰的同党了。 不过按照目前的舆论,李晨的做法显然还是比较能让大家接受的。 不知道网友们处在这么个骑虎南下的境地,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? 免责猙獰,文中图片引用之网络,如有党权方请联系删除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 libρα。 宇rig,您的梨啊,无关刑制,您的道具 madam刑造成述冰和体制。 感谢观看